哈囉,大家好,我是KK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集我要來跟大家再次分享 2020BJ的美國影集 還沒有看上一支影片的右上角 可以先去看一下 今天這集比較不一樣 是我前面會先跟大家分享幾個 就是我上次沒有講到的 那後面呢,我就會跟大家分享幾個很紅的劇 但是我自己最後氣劇的部分 在開始之前,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的話 右下角趕快幫我訂閱一下 那如果你已經訂閱的話 就趁現在先幫我按一個讚 那第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我播完我上一支影片之後 大家都瘋狂推薦我看的 The Voice 這部影集也是在講Superheroes 但也不是那種傳統的Superheroes的影集 它是在講這幾個Superheroes 他們隸屬於一個公司 然後公司可能會幫他們拍廣告 幫他們做很多行銷 去營造一個 他們在世人面前很美好的形象 而其實不盡然 就是他們可能有一些私以下不為人知的一面 那我在這邊就不劇透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真的很推薦 大家一定要去看 那剛剛我在拍片之前呢 我也在看這個影集 我看到差一點都沒辦法拍片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太精彩了 就很想要趕快再看下一集 那第二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Blackpink的紀錄片 這不算是影集啊 它只有一小時 就是一個像是紀錄的小電影這樣 是在講他們怎麼組成這個團體 然後出道的故事 那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看的 比較好笑的是我自打嘴巴 因為我上一支影片明明就講說我自己不愛看紀錄片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應該是比較挑紀錄片的主題 如果是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話 我還是會願意看 可是如果是我沒興趣的話 可能就不會想看 或是就比較沒耐心 推薦這個影集 如果你很喜歡Blackpink的話 你應該已經看了好 可能不需要我推薦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最近不知道要看什麼 對Blackpink的印象也不錯的話 就推薦這個影集給你 那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幾個 2020超紅 但是我自己缺了最後器具的影集 第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Tiger King 這影集呢是在講 男主角Joe他養了很多隻老虎 怎麼聽起來那個笑話 然後他養了很多隻老虎 然後他開了一個以老虎為主的動物園 那故事就是在講他跟其他競爭對手之間的動爭 我自己看這部紀錄片呢 我是完全看不下去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也許是他的節奏太慢 或是我對這個主題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我聽到的評價都非常良極 就是有些人超級喜歡 有些人超級不喜歡 那我聽到大家器具的原因 比較多是覺得說這個中間故事太曲折離奇 或是太荒謬然後覺得看不下去 好像沒有人像我講是沒耐心啦 但如果你是對紀錄片有興趣 然後你特別喜歡老虎的話 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第二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影集也是我朋友之前他們一直在講 然後我就很好奇想說到底是在演什麼 他也是一個紀錄片 那他是在講美國的一些懸案 他每一集都是獨立的一個故事 所以他不是一個很連貫的 我覺得這也是其中一個我器具的原因 因為我就覺得一集跟一集之間沒有關聯 我可能就不會想要繼續看下去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我之前有講說我自己比較沒有耐心 所以看紀錄片中間訪問各個不同的人 可是全部都是在問同樣的問題 我可能沒有辦法有耐心看下去 那如果你是對這種懸案的紀錄片 特別有興趣的話 你應該會喜歡這個劇 那第三部我要跟大家分享 也是非常紅的 台灣是翻安眠書店 然後這部影集呢 我為什麼會看 是因為我覺得很好奇 到底這部影集有什麼好看 因為所有人都在看 可是我看了幾集之後呢 我就發現 我不知道我就覺得這個人實在是太變態 我覺得我實在看不下去 我一開始以為好他只是一個stalker而已 結果沒有想到這根本就是一個很有點驚悚的片 還怎麼樣 反正我自己最後真的覺得看不下去 因為可能跟我期待的影集不太一樣 也許是因為我 我一開始對他沒有抱任何期待 然後因為大家說很好看 我就去看了 結果他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還好 那如果你很喜歡這類就是 比較心理變態的影集的話 推薦這部影集給你 那接下來我要分享的這個影集呢 叫做 我之前一直記錯這個影集 記成 這影集是一個實境秀 然後是在講幾個男生跟幾個女生 他們都身材超好 然後這個遊戲 算是一個生存遊戲的概念 如果你們在這個時間內 都沒有跟任何人有肢體上的親密接觸的話 你們就可以獲得一個獎金 就所有人是一個團隊 但是我自己真的完全看不下去這個影集 是因為我覺得實境秀對我而言 我覺得我最在意的就是真實性 可是我覺得他們每個人都看起來演得超級佳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這題材我可能沒有很喜歡吧 因為我就覺得這怎麼可能 也許是 我不知道是人的差異還怎麼樣 就在我眼裡 我就覺得說你們為了這個獎金 怎麼可能做不到 有什麼原因會讓你們這麼想要跟別人有親密 肢體上的接觸 就是我就很不解 然後中間有一些也很無聊的故事 我真的是完全看不下去 但是我很好奇 喜歡看這個影集的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可以讓你繼續看下去 麻煩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好不好 這部影集呢 算是我真的比較不推薦的 因為剛剛前面幾個影集 我自己都覺得 有人會覺得好看 有人會覺得不好看 可是這個影集 就是我真的是不解 到底好看的點在哪裡 我之所以會看這部影集 是我之前看了一個很類似的影集 叫 Love is Blind 這部影集我就還蠻推薦的 因為我覺得 它比較符合我對那種愛情實境秀的 期待跟幻想 就是幾個人先Dating Dating完之後 慢慢相處的過程 最後再步入禮堂 那當然中間也會有一些 我覺得這到底是演的還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講 是比較好看的 那如果你喜歡這種戀愛實境秀的話 那我會比較推薦你去看 上一個影片我講到的 Terence House 或是我剛剛說的 Love is Blind 最後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3 Reasons Why 這部影集也是之前超級紅 在講一個女高中生 她自殺 然後自殺前 她錄了很多錄音帶 講述她霸凌的過程 然後就是她為什麼會想要自殺的原因 在她死之後 她就把這錄音帶寄給那些 促使她想要自殺的同學們 我自己覺得 一開始還蠻喜歡這個影集 是我覺得這個題材很特別 那我好像也有看完第一季 我後來看不下去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一直覺得 這個劇好像沒有一個結局的感覺 再加上可能她一季跟下一季 中間又讓我等了比較久 所以我後來可能已經忘記前一季在演什麼 後來就沒有想要再去追下一季 影集好像都是這樣子啊 如果你看完第一季 然後說她第二季過很久才出 除非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歡的影集 不然有時候好像真的就會因此而棄句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2020很紅 但是我最後棄句的影集 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樣是有相同感受 或是你有什麼特別的感想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大家掰掰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